大家好,我是楚瑜查道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内容相对新鲜、神秘一些 大概率我们很难找到以下我要讲的这些内容 因为呢,全部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些经验 但是为什么今天才跟大家见面讲这些内容呢? 两个原因 第一呢,适合做这期视频的器物相对较少 第二呢,这些经验是在以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但是呢,它是否具有合理性、科学性 我一直在求索 那么最终呢,也要感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位朋友 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最新的资料 但是呢,这种资料啊,太过专业 所以啊,今天我尽可能在传统的预期鉴赏讲解的前提下呢 结合相对科学的一些名词解采或者是结论 努力呢,努力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听得明白 又不失其专业性 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这件器物呢,是东汉早期的一件扑文币 这件扑文币呢,非常特殊 特殊之处在哪里呢,还是两个点 第一啊,就是开窗沁 这个沁字啊,是带引号的啊 第二呢,就是光气的一种形式 它叫做七彩光影 呃,我们先说所谓的开窗沁 那么当大家看到这件器物的时候啊 呃,好像玉表面啊,布满了悬色沁 黑黑的,但是呢,大家看看这些图片 是不是感觉并不是真正的入肌里的亲呢 它全部都浮于表面 然后呢,我们看 类似某一类的物质覆盖在气表 最重要的特征是啊 它们的分布状态啊 有如撕扯般的开窗 像是突然打开了一扇窗 或者是被掀掉了 所以说呢,为什么啊 出现这种撕裂的状态呢 因为它并不是啊 入肌里的亲 它没有那么深 只是一层悬色的膜 那么这种膜呢 怎么形成的 我们想 首先啊,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和埋藏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区域土壤颗粒啊 非常细腻 所以呢,它一定会存水 比如说雨水 对吧 那么浴气这个时候 一定会和水有长期的接触 但是呢 它随着啊 这个雨水的缓慢蒸发 通常呢 带有拱元素的土壤啊 或者是物质 不能和浴气相容 啊 那更谈不到浸入了 对吧 所以呢 当水分蒸发掉以后呢 就会落在气表 形成一层黑色的膜 那是因为呢 有拱元素本身的这种不可融化的啊 这种啊 性质所决定的啊 不可融的化学性质所决定 好 那么现在继续说第二点啊 这个七彩光影 呃 知道了这种黑色膜的形成原理之后啊 那么在这种膜的上面 我们会发现有这种类似彩虹般的啊 这种光影 那么形成的呢 首先啊 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了 它这个黑色膜的形成啊 是水逐渐蒸发 落在气表的一层膜 但是呢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 不可能只有简单的水一种物质 一般来说呢 这个土是腐植土 在水分蒸发的过程中呢 各种蛋白有机物 会随着水分的消失 和黑色膜一同落在了气表 那么这种腐植土呢 有个专业的名词啊 叫做腐植质类有机碳 啊 其实这个道理啊 就像我们在水里滴了油脂类啊 马上也能在水表面看到各种颜色的膜 这就是七彩光影形成的这个过程 啊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啊 讲了这么多 其实呢 中心思想啊 是告诉大家 这间玉璧的大面积的这种黑色物质啊 黑色沁 它并不是真正的沁 它是一种薄膜 那它为什么没有侵入呢 是因为土壤中啊 有很多的金属元素 目前呢 在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检测到的最主要的就是拱元素 那么由于它的存在 第一啊 这个颜色偏深啊 作用到预期上 接近于悬色 也就是黑色 第二呢 和物质不相容 同时呢 在这个基础上 又由于腐质类啊 这个有机物的存在 也就是含油脂类的蛋白 它的重量呢 比水要轻 最后呢 当水分蒸发的过程中啊 在形成了膜的同时 这些腐质质类有机物 在水的作用下呀 也附着于这个气表 最终呢 就形成了奇才光影 那么带有这种悬色膜和奇才光影的预期呀 首先啊 它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 或者说特定的某些条件下才能呈现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呢 评论区来留言 那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 谢谢大家